柯P的案子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就是未来2028年的 这个候选人的这个残草除根 这个案子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呢 跟一般的案子的办案呢 是的确非常不相同 政治的成分呢多不多 我觉得政治的成分呢 高过这个 对对高过法律的成分 对柯P很不利的一点呢 就是 积压也不见得有罪 对积压也不见得有罪 的确是这样 但问题上面来讲 他给别人的印象 就是这样的一个印象 我再提到一个 可能比较为言耸听 但是是我真实的感触 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讲 不管是对这个郑文燦也好呢 还是对这个柯P也好 我觉得可以做的 不需要这么粗糙了 今天这个案子 不管是郑文燦的也好 或者是柯P的也好 看起来好像绿的也半 这个白的也半 但事实上来讲 这些的案子呢 是真的只有针对 他们在办案呢 还是给所有的政治人物呢 一个警惕说 我有胡萝卜 我有棍子 我要用棍子 还是要胡萝卜 杀鸡警猴 对 大家在做积压的时候呢 基本上来讲 都会非常非常的谨慎 那因为你会非常谨慎的关系 所以当你一旦被积压的时候 他就先推定说 你是有罪的 为什么你有罪呢 因为你 就是因为你有罪 所以你可能会逃亡 就是因为你有罪 你可能会篡正 所以我今天才要把你这个 激压下来 所以法律上面来讲 并不是激压就有罪 然后这个无保释回就是无罪 但问题上面来讲 他给别人的印象 就是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回到这个案子里面呢 政治的成分呢多不多 我觉得政治的成分呢 高过这个 对对高过法律的成分 因为基本上来讲 你从这个监察院出来的 这个纠正书的日期 跟他的 因为每一个总统候选人 都会被放大 显微性的去检视他 所以这个事情 基本上面来讲 你知不知道 你当然知道啊 对不对 然后你尤其是在 又有一些的政治人物 去检举啦 零零种种的资料 所以检掉的手头上面来讲 有没有致命一级的这个资料呢 我相信也是有 我相信也是有 但是呢 我还是鼓励就是说 不管它是含有政治性 还是只有这个法律性 你对于一个 这个在野党的这个主席来讲 原则上面来讲 其实在国外 其实在国外也是一样 你看像川普 对不对 你像川普也是一样 所以在国外 你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尊重 你的基本的尊重 我觉得还是应该 应该 因为毕竟民众党 也不是一个小党啦 那我倒不是讲说 这个党主席可以为所欲为 不是 该处理的东西 你就应该处理 可是问题是说 你要处理它的时候 有人事实地物嘛 你人锁定了 对不对 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个时间点 那为什么你是在这个时间 来处理它 对不对 然后这个 你的手头上面 像台北市政府 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料 在手头上面来讲 你在检方在调阅的时候 公务部门不可能 不把这个资料给你 也不可能去帮你 引力这个资料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事情 认为说它会可能串阵 是说它出来无保释回之后 它跟谁沟通了之后 然后民众党 这个做了什么样的发言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零零种种相干 你可以看到柯P第一次出来的时候 他在前面讲说这个政治迫害啊 什么东西的时候 一谈到容积率的时候 他就不讲了 大家都记得这个画面 他都讲今年三四月 看了媒体才知道 不但那个不具说服力啦 平常讲你怎么可能一个市长 那个 但我怀疑是不是他在法庭上 也就是这一套说法 然后地院法官也采姓 所以他才无保嘛 那他出来就是这样 所以我才讲说 第一个那个裁定的部分 我也不太认同了 对 我也不太认同了 两个裁定都不认同了 我觉得你的第一个的结论 可能它存在 可是你的说辞 你的理由不应该是那个说 他这个 当一个市长怎么可能会 你可能不知道细节 可是大 你怎么会不知道 对他这个讲法其实我也不相信 但是就是第一次审理的法官相信嘛 就是这样 好那那委员我想请问你一下 那你对于这一次这个 柯文哲被这个收押觐见的 这个理由书啊 你看了你觉得你不同意 最大的点是因为收押是不是 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收押他要有几个前提嘛 就是重罪逃亡串政 这几个点嘛 那就算他今天觉得他有罪 但不一定要收押他 如果他没有什么逃亡啊 串政之余的话 如果他的事实很明确 因为你刚刚讲到重点 因为这边的法条他就是说 有逃亡或有事实 主任有逃亡之余 就他可能逃 那柯P他要 他不太可能嘛 显然柯文哲 而且他找柯文哲他逃到哪里去 大家都看你是柯文哲啊 他居然逃在什么国家 大家都会认得出他 不太可能了 对然后第二个呢 他是说有事实主任 你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 或者是勾窜 共犯或证人啊 原则上面来讲 他要湮灭伪造或变造证据 因为有些资料 还是在台北市政府嘛 他现在也是卸任的这个市长嘛 除非他在任的时候 就把他毁灭了 他不可能是这个时候嘛 对不对 然后呢第三个呢 就是说他是重罪啦 就像你想死刑无期徒刑 最新本刑五年以上的 最有期徒刑的话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说他有相当的理由 我认为他会有逃亡 湮灭伪造变造证据 或勾窜共犯或证人之余 这个可能性 可是你看到他有没有在 这个当然这个可能是 因为他的这个新闻稿 我是没看到他的裁定内容本身 我们是希望他的裁定 我们在今天节目检讨之后呢 也拜登这个法官呢 你的裁定内容出来的时候呢 把这个理由啊 稍微的这个分析说明一下 因为我一再讲 就是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看到的是你公告出来的 这个内容 从公告出来的内容呢 很难让人家这个幸福的一点 我跟他不同党 我不是民众党 那但是呢我们持平的讲的话呢 就是你还是一个法学的教育嘛 你要让老百姓知道说 什么样的情况是合法 什么样是违法 然后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为什么要压他 为什么要压他 他有没有逃亡 有没有篡政之余 要证明出来 你要讲一下嘛 他有罪 你经过审理的过程 判他有罪就是了 那你要压他 他要有一定的前提才去压 现在那个Apple TV上面呢 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那个电影啊 也很热门叫做Presume Innocent 就是推定无罪 无罪嘛 对他就是他在这个 这个死者的这个房间里面呢 全部都是他的指纹什么东西的 对即便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他有没有被检察官起诉 他有被检察官起诉 可是他最后在审判 最后面他当然是无罪 他无罪 可是他的过程当中 对当事人来讲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那我在这个律师的行业 虽然呢我办刑案不多啦 大部分我办的刑案 都是跟财务犯罪 这个相关的 这个倒是 等一下我们也聊聊 还要聊这个吗 等一下不是我们聊诈骗啦 等一下我们聊一下 OK 对 虽然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的法律的这个原则 是一样的 尤其呢像 不管是郑文燦也好啦 不管是柯P也好呢 他都是一个 就是说在我们的 我没有说他可以当成一个例外 没有他没有例外 他也没有特权 可是呢 今天你既然把这个 就是在国内的政治圈上面 举足轻重的人 当你要对他做一个 这个法律的处置的时候 很多的民众 尤其他有很多的支持者 你应该要出来 这个说清楚讲明白 那我为什么这样讲 社会影响力很重大 对而且你也会让社会不安定 那我再提到一个可能比较为言耸听 但是是我真实的感触 这我想这是我的评论 我的感触 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讲 不管是对这个郑文燦也好呢 还是对这个柯P也好 我觉得可以做的不需要这么出兆啦 就是说他有这个违法的事情呢 绝对你是应该就是说依法论法嘛 不能够因为他是政治人物 他就有特权 可是与此同时呢你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 你应该除了依法论法之外呢 你还有一个这个对于这个不同的政治领袖的一个尊重 尤其为什么他会让民间一再地认为 不把这个事情放在法律面 而把它放在政治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下个会期啊 是预算的会期啦 OK 那我们看到这个上个会期的时候 法案的这个会期的时候呢 你看到就是说蓝白河之后呢 这个民进党他已经不能够像过往 这个一党独大这个国会这个直接的垄断的这个情况 那大家知道呢 其实行政单位根本不在乎你的那个 你就算民意代表你说破的嘴呢 他还是做他的 就你说你的他做他的 但他会担心的有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预算 因为他没有预算呢 他就没有办法去做事情 那所以呢 民间才会有这个疑虑讲说 今天这个案子 不管是赤文燦的也好 或者是柯P的也好 看起来好像绿的也半 这个白的也半 但事实上来讲 这些的案子呢 是真的只有针对他们在办案呢 还是给所有的政治人物呢 一个警惕说 我有胡萝卜 我有棍子 我要用棍子 还是要胡萝卜 杀机紧猴 对 你讲的这么简 简短都可以一语道破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力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晒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